欧佩克秘书长酒店离奇死亡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惨遭枪杀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新闻 我是Rick 这一周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先是欧佩克秘书长酒店的离奇死亡 随后英国首相约翰逊被政府大臣逼宫 引咎辞职 再到今天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击 7月8号就在视频录制前半小时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演讲时 遭遇枪击不治身亡 日元短线出现上涨 无独有偶的是 就在两天前欧佩克现任秘书长 巴尔金多被人发现在酒店中死亡 就在一天前还在公开发表演讲的他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异样 截止目前 欧佩克官方和尼日利亚方面 尚未披露有关巴尔金多死亡原因的任何细节 在巴尔金多死亡之后 原有短线下跌超10美元 跌破了100美元的整数关口 当时录制会评时有提到 语言优的短线暴跌 绝非是由于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所导致的 一定是有什么背后的黑天鹅事件 果不其然 由于时差的关系 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看到这篇报道 并且对于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的死亡信息 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报道 巴尔金多是非洲最知名的石油官员之一 他正处于担任欧佩克秘书长的最后几周 原内于7月底结束其6年的任期 作为秘书长 巴尔金多是欧佩克在国际机构面前的代言人 负责召集会议 包括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召开特别会议 该职务还负责监督 欧佩克维也纳秘书处的日常事务 在其任期内 全球石油行业经历了极具挑战的市场环境 自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 油价出现了暴涨暴跌的行情 巴尔金多促成了2020年5月 欧佩克加组织史上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 该协议帮助受疫情冲击的石油市场逐步恢复平衡 也正是这个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 使得油价从低迷中 一度占到了100美元之上的高位 在疫情之后 欧佩克又以各个产油国的投入不足 产量达到上限为由 拒绝了美国提高产量的要求 在目前全球通胀高企 能源价格高居不下 拜登面临中期选举急需政绩加分的大背景之下 在结合上个月 美国已经答应运送至欧洲的天然气 在装船时突发爆炸 然后全部的管线进入了长期的维修检查 很难不让人猜忌 此次全球最大原有组织的领导人的离奇死亡背后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经济的背后是政治 另外说回今天安倍遇刺之后 日元的走势再次体现了日元避险货币的属性 之前我们分析过 辅导核电站事故之后 日元也是不跌反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我们往期的视频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GoMarkets突发新闻 我是Rick